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乐斯登陈泽直播间 报改东北老妹 尹热议 赵乐斯报改东北老妹 登上陈泽的直播间时 一句话瞬间秒遍东北老妹 东北话的独特韵味总是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 当明星赵乐斯作为四川妹子 瞬间变身成了东北老妹 全场的气氛顿时被调动了起来 他一句东北话OK了泽 不仅让陈泽瞬间傻眼 连观众们也纷纷哄堂大笑 陈泽平时是一个非常适流的人 可此刻却因为赵乐斯的东北话而感到拘谨 他呆呆地望着赵乐斯 不知所措 而观众们也充满好奇地看着他们两个 纷纷议论纷纷 有人大声喊道 陈泽你怎么了 被东北妹子震住了吗 赵乐斯则一脸淡定地继续直播 他的游戏ID叫做赵美才 这个名字据说是沐妍给他取的 打游戏的表现更引发众人讨论 打游戏前还可可爱爱 打游戏时瞬间表情严肃起来 非常有趣 这个名字很适合他 作为新一代小花 大家期待着能够在赵乐斯的作品中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一面 他的气场和个性都是如此迷人 让人们对他心生敬佩 他的突破性演出让观众们更加期待他在未来的作品中的精彩演绎 希望赵乐斯能够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 创造更多精彩的作品 带给观众们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 相信他一定能够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成为大家喜爱的明星 赵乐斯片场VPS照片 助理是脚筷子腿超细 42码面包鞋抢劲 赵乐斯如今事业发展顺风顺水 既可以出演女一号 也可以搭档单红流样艺人 开位已经比之前提升太多 但随走红而来的是高化提度和稳定上升的人气 以及很多优质商务资源 受到经纪公司力捧的赵乐斯 非常有潜力 从之前的网剧咖到如今的小花旦 赵乐斯曝光率越来越高 工作室也很懂粉丝的心思 隔三差五就晒一些物料营业 即使赵乐斯一直在剧组拍戏 但关于他的消息始终没断过 17号下午工作人员分享了赵乐斯之前 为某杂志拍分面的花絮 片场为PS照片曝光 状态很真实 比起那些华丽的拍摄场景 赵乐斯的工作环境就简单朴素很多 大白墙和瓷装都很接近现实生活 画面里赵乐斯坐在小凳子上面凹造型 对镜头甜笑 心情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都知道赵乐斯是演艺圈新进发亮王者 从现场生图来看 确实当得起这个称号 不管是侧面还是正面 赵乐斯的头发看起来都是密不透风的样子 头顶甚至看不到发缝在哪 乐斯颜值也保持在很爱看的水平 繁忙的工作没有丝毫疲惫感 反而让他看起来更有明星香 红气养人啊 咱们经常会因为赵乐斯脸上的 热热而误会 他属于瘟胖类型 但实际上见过赵乐斯生徒的小伙伴都知道 他本人非常窈窍 甚至到了射过头的地步 助理视角的赵乐斯筷子腿抄戏 同时42码面包鞋也抢劲了 一人拍摄的时候穿什么都是品牌方决定 不知道工作人员出于什么原因 给乐斯那么大一双鞋 休息尽系赵乐斯还对着镜头吐槽 喊着大家快看他的鞋 是给42码大脚穿的 他都不知道为何会给他 很巧的是拍摄当天的几双鞋子都特别大 后来赵乐斯干脆就打赤脚 实际上他也就穿37左右的鞋 很多时候粉丝会吐槽工作室 不提供合身的衣服和脚的鞋之类的 通过赵乐斯的拍摄花絮也知道了 有时候这些事情不是艺人团队能决定的 主办方准备了什么就要按要求去打扮 不管穿上和不合适 至少的保证拍摄效果是上进的 赵乐斯在这方面算是很敬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